Consumer Report 让你成为生活大赢家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消费者指南节目 我是柯南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继续来对比这个混合动力的本田雅歌 和这个混合动力的丰田的凯美瑞 他们之间的这个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上一集呢我们集中讲了这个本田雅歌的 他的所有的这些优点方面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本田雅歌 他做的比较不好的这个地方来说起 那么在这个混合动力的这个Honda Accord呢 他的这个油耗方面确实是有在提升的空间 那么在实测当中呢 本田的这个Accord 他的这个综合油耗呢 达到了每加轮40英里 这个数据呢当然比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 还是要高上不少的 但是呢不要忘了这是一台混合动力的车 那么对于混合动力的车来说呢 他的这个油耗往往是很多消费者 选择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啊 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因素 那么本田的这个Accord呢 他的这个每加轮40英里的油耗呢 相比起他的这个上一代的Honda Accord呢 其实是大大降低了的 那么降低的幅度呢 是这个每加轮呢少了少跑了这个7英里 那么对比于这个这个Toyota的Camry的话呢 他也是每加轮低了这个7英里 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呢 他其实是落后了非常多的 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 他在这个城市和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个油耗的话呢 都是略有下降 那么Honda Accord的话呢 他在这个城市的这个油耗的话呢 是每加轮是34英里 那么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呢 这个Toyota的Camry的话呢 每加轮是39英里 那么在这个高速的这个油耗的测试当中呢 Honda Accord呢 是每加轮可以跑45英里 然后这个Toyota的Camry的话呢 是每加轮可以跑53英里 那这里值得指出的话呢 这个Consumer Report测试的这一台 这个Honda Accord的话呢 是一个Sport Hybrid这样的一个配备 然后这台车的话呢 他配的是19英寸的这个轮毂和轮胎 那在这个Honda Accord的更高一档的配置呢 就是这个EXL Hybrid这一档的话呢 他是可以配这个17英寸的轮毂和轮胎的话的 那么如果是配了17英寸的这个轮毂和轮胎的话呢 根据这个EPA 也就是美国汉堡署 他们的一个评测的话呢 如果是配17英寸的这个轮胎的话呢 他这个综合的油耗方面的话呢 其实是会好一些 大概每英里呢 每加轮呢 可以跑到43到44英里 但是呢 对比这个Camry的这个47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Honda Accord的 他这个前座的这个底垫的形状呢 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让人感觉的话呢 是坐在一个洞里面 有一点下陷的感觉 而且里面的这个填充物的话呢 也是感觉比较薄一些 没有什么太大的支撑度 这一点呢 对这个驾驶的这个乘坐的这个舒适性的影响呢 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 整台车 它的这个悬挂系统呢 在这个吸收颠簸方面呢 表现的应该说可以是不错的 但是呢 如果是你买的是这个基本款的 就是这个Sport Hybrid的话 这一款的话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它这个轮胎呢 和轮毂呢 都是19寸的比较大 然后呢 加上它这个轮胎侧臂的话呢 又比较薄一些 所以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呢 颠簸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如果是买这个EXL以上的这些配置 然后配上较小的这个轮毂和轮胎的话呢 那乘坐起来的这个顺应性 它这个舒适度呢 会稍微的好一些 那么在内饰方面呢 这个Honda Accord呢 可以说是完全的不花哨啊 甚至说有的地方呢 显得有一些些的这个简陋啊 比方说这个车门板呢 就是非常的朴素 那么这个前侧的这个窗台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硬的这个塑料啊 几乎没有什么padding 没有什么填充物在里面 那么后侧的窗台的话呢 就是完全没有填充物了 只有这个塑料 那么车门的这个口袋的话呢 就是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 这个粗糙的边缘啊 还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模具的这个边缘的这个模具线啊 甚至呢有的地方呢是没有这个衬垫 然后也没有这个橡胶底做的 那么这个中控的中央扶手箱下面的这个啊 仓储空间呢和这个啊 我们这个驾驶座旁边的这个乘坐位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手套箱的话呢 里面也是完全没有内蹭的啊 所以说呢都是比较的简陋一些 那么最后呢 啊在这个安全性能方面比较令人失望的呢 就是像这个BSW就是盲点监测系统和这个RCTW就是后方交通交叉警示 这两点的话呢 在这个啊 Honda Accord上面的话呢都不是标配功能 而是在每一个配置当中呢 你都可以去加钱去选这两个选项 所以说呢是一个额外的花费 好 那么在说完了这个Honda Accord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Toyota Camry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分为这个优点和缺点 这个两个部分来讲啊 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说优点 那么在这个中型轿车当中呢 这个Toyota Camry的话呢 它以非常良好的这个燃油经济性 也就是说低油耗 以及呢非常直观的这种控制 还有呢在标配当中就有非常多的这种主动安全系统呢 啊脱颖而出 那刚才呢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个Toyota Camry的话呢 在这个油耗方面 它是比这个Honda Accord要更好的 那么Consumer Report它测的这一台呢 这个LE型号的它的这个综合的油耗的话呢 可以达到每加轮47英里 然后呢它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城市路面 还是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测试当中呢 也都比这个Honda Accord要更好一点 这并不是因为这个Toyota呢 它是做了任何的其他的调整 它是一直以来呢这个油耗呢都保持的非常好 只是说呢这个Honda Accord在这一代呢 它因为经过了一个重新的设计 它的油耗变差了 所以说呢这个他们两个的差距呢 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根据这个估算的话呢 那么每年度的这个呃这个燃油的这个费用的话呢 大概用这个Toyota Camry的话呢 可以省下来大约150美元左右 那么在这一代的这个Toyota Camry的话呢 它增加了这个操控的敏捷性 然后呢在开车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这个车呢 它会有更轻盈的感觉 在这个避险演练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通过的速度呢 也是非常的好啊 每小时是54英里 虽然呢不如刚才这个Honda Accord的这个速度快 但是呢这个速度呢也是相当好了 可以与一些这个运动型的轿车的速度相媲美了 而且呢测试人员还特别指出 它在这个提供了这个下驶的敏捷性的同时呢 这个乘坐的舒适性的方面呢 它也比这个Honda Accord呢要更好一些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Toyota Camry的所有的优缺点呢 全部都讲完 那么我们将会在下一期呢继续这个话题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